老师不是买黏土吗 怎么都是鞋呀 烧不急呀 跟着我走 快点快点啊 好 老师买黏土的地方在哪呢 是啊 楼上楼上 有没有好吃的呀 今天出来不是买吃的啊 赶紧赶紧赶紧 好 爸爸 走走走 用力了 好 老师 黏金花药在那边 对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哇这个松子看着不错呀 是啊 肯定很好吃 别看啦 今天咱们来啊 不是来买吃的 老师 睡面买两包吃的也不多嘛 是啊 不行不行 人家钱不够了 别别 哇 怎么样 这里的棉土种类多吧 多多多 老师这些棉土都是我喜欢的 没错 那就好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挑呀 好 每人只能挑一盒 啊 哇 这个不错 老师我要这盒行不行啊 行啊 多少钱啊 老师 打下的棉土很便宜 十六块九 嗯 什么 十六块九 这么贵啊 老师 这还算贵啊 我的六十六块六呢 什么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挑的棉土啊 不能超过五块 啊 五块棉土买什么呀 就是 怎么 不挑是吧 行 五块的都没了 天天天天 我去那边看看 这还差不多 这超市的年土这么贵 五块钱连半盒都买不了呀 啊 洪妞 要不咱们两个买一盒吧 正好这里有个九块九的 不行啊大虾 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不得让老师给咱们多买点呀 这个便宜 这个便宜 这个只要三块八 月月 胖妞叔让老师多买点呢 多买 什么多买 你有办法 我当然有办法啦 你们过来 好 老师老师 你快过来 干嘛这是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要是你能回答下来 我们三个都不买粘土了 好啊 这可是你们说的 是我们说的没错 但是老师咱们先说好 要是你回答不上来 粘土就要随便我们一天 没错 有什么问题能难道我 会吗 小明拿着五块钱 去超市买东西 棒棒糖一块钱一个 饼干两块钱一个 辣条一毛钱一包 雪糕五毛钱一个 请问老板要什么 什么 我怎么知道老板叫什么 老师 你没回答下来 粘土随便我们拿 对 我车推过来 拿掉了 这个 我怎么知道老板叫什么 你又套了我吧 幸福 哈哈哈哈